刘伯温啊 你不是一个功名利禄之徒 你的梦想是有一个太平世界 做一个世外高人 谢皇后夸奖 刘伯温装并向朱元璋提出请辞 怎料却遭到了朱老板无情的拒绝 于是心灰意冷的 他就准备回家躺逝 然而就在这时 马皇后却突然过来看望 而且是悄无声息的那种 这一下立马将躺在床上的刘伯温 给吓了一条 人事里 请皇后赎罪 聪明的马皇后哪能不知道 此时的刘伯温在想什么 于是便来了一招以退为进 皇上带人的恩典我就不说了 我只说说他的毛病 一听马皇后如此说 吓得刘伯温立马挺直了腰板 连忙打断了他 可马皇后却继续说道 皇上也是人 白币也有威霞 不是吗 皇上的毛病是啊 无论他喜欢不喜欢你 却不喜欢别人躲着他